我們進入什麼呢? 張高麗先還是Talk26 還有什麼說啊?除了這兩個之外 我先講一講 中美之間那些沒什麼好說啊 永遠都是這樣的 看到Sleepy Joe睡覺 Sleepy Joe 我覺得 這個氣候會議說美國屌尘 一來就集中去參加了 羅斯也是啊 兩個都屌尘 誰是屌尘阿拉伯啊? 它是一處名單的 我看新聞講的 我沒有看原文 沒有 阿拉伯有承諾啊 它有屌阿拉伯 有屌中國 有屌俄羅斯 還有沒有屌其他國家 我忘記了 就應該不知道屌這三個的 阿拉伯是作出承諾 沙特說作出承諾什麼2050年要炭中和啊 雖然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它的承諾和不承諾有什麼分別 我都不太明白 那不承諾那又怎麼樣? 你出了一隻 是啊 你買不買蛇油啊? 你買不買天然氣啊? 你說天然氣呢 另外一個可以直接提一下 提到這個叫什麼 中文叫甲園的排放話 就是大家又說有人要提出來 不知道哪一年開始要減三成 減多少成嘛 接著有幾個國家就不屌它 包括了中國和澳洲和 是不是俄羅斯還是美國呢?我忘記了 其他人都說 哎 減啊減你 你有沒有不齊用 不齊排放這個東西呢? 但是澳洲就沒有這麼說呢? 甲園的排放話主要是因為 開始在天然氣洩漏出來的 所以如果天然氣的出口國 那多數都是俄羅斯我猜 就是不可以 很難做到的 排第一的是美國天然氣 排第一是美國第二是俄羅斯 如果你不給這件事的話 美國和俄羅斯一定是不屌你 澳洲的天然氣洩漏也很可猜 以它的尺寸來說 所以它不屌你也很正常 我不知道美國是不是那些什麼葉顏器 是不是另一種技術 我不懂了 這些不關事 就是如果你這個國家是產能源的 都不會屌它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國家是有大量的用能源的 都不多會屌它 因為我記得好像俄羅斯 中國 好像印度還有哪個國家 好像又反另一件事 又不同意 印度是最積極的說的 他打飛機 它打飛機當然是積極的 好像你說的 如果說了又怎樣 我不做你催人 而且我剛才和我老婆說起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混賓的 就是你叫我做這種成約 做這種成約 如果我可以做都沒有問題 我拿一些辣軒煤發電 我打個比喻 我拿一些辣軒煤發電 每一元都是一道電 我拿一個辣軒太陽能板來發電 你想想三元一道電 我拿煤發電很穩妥 我拿太陽能發電的話 有太陽就有電 沒太陽就沒有電 我不用太陽能板 我用風電發電 風也有的 現在產了 沒有風怎麼辦 就沒有電 就算我有風發電的話 可能又是5、6元一道電 好了 用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就是3、4元一道電 我的成本點都是貴過我用傳統的東西 那你現在 核能比煤還貴嗎? 核能比煤還貴過煤 那日本為什麼不用煤發電? 你媽媽用煤發電就要付出代價的 你媽媽又沒有賣 Anyway怎樣也好 你現在叫我減一樣減那樣減那樣 那我還要不要用電呢? 你媽媽 現在 我記得我發過一個TD的一條片給你看 就說到就是說 其實我用化石能源去燃燒 化石能源包括煤、天然氣、石油、豬油等東西 其實拿這些能源去燃燒 現在的能源公司其實它的工程團隊是有技術 讓你的這些燃燒是不排放溫色氣體 或者排放極少的溫色氣體 但是那個價錢就很貴 這個價錢貴就是兩種貴 一種貴就可能就是說它收得你貴 其實只有它們有 你有錢給我就收貴一點 原先是一元雞一桶油 現在就變成三元雞一桶油 或者兩元雞一桶油 另外一種貴可能就是說 因為它可能這個技術你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不是說你研發的那部份 是你的直接成本那部份 你的成本可能就是高的 好了 問題來了 你這些經常叫人家做那樣做那些人的國家 這些新能源技術就在你們手上 我們每個人都跟著你做 哇 你賺錢啊 好像澳洲 哇 你老媽我沒得埋門 又要發電 是嗎 那我就要花錢 我原始一元雞去搞定的東西 我現在花五元雞去找你 那我沒得著啊 你 那中國一樣的 就是說 你老媽我原始燒蒙燒得好好的 我最多不是脫流脫得近一點 各種各樣的東西 但是你現在這個又不讓我搞 那個又不讓我搞 那我是世界工廠的 那為什麼在這裏沒有搞 那不是在這裏是世界工廠的 屌你老媽 那不可能的 那你這班手上拿著 這些新能源技術的國家 哇 你就配合一些 開放了你的專利 把你的所有專利都開放出來 我就說怎麼用 大家一起想辦法 把你的五、六元的成本 降到一、兩、或者兩元 不要說一元這麼誇張 我降到兩元 你肯不肯 你就不肯 屌你老媽 之前這個其實就是中國知名屌層 後奏腦的就是說 你老媽你之前叫我減牌 我答應你 但是你答應你給我技術的 還有你給我資金支持的 你什麼都不值 接著我現在 那你都放我飛機 我當然放你飛機 那我放你飛機你就屌炒我了 這次他好像中美互調的東西 不是說這個東西 中美互調的是什麼 拜登就屌炒習總不參加 不出席 外交部發言人就回應 我怕死不是出席 不是 那現在不讓我怕死 因為中國是第一大排放國來的 第一大都不參加 就是拜登你的意思 中國就拿回那些東西出來說 人均是你比我多 歷史上你是我兩倍 雖然我現在是最多 但是你歷史加加賣賣 你對威士氣體你的高欠最大 不過 外交部這樣就不行了 外交部最多說 老闆是不是病了 我老闆不知道 沒有病啊 當然是不可以說病病了就差了 準備要開個最重要的會議 十幾大 要決定他有什麼歷史地位 你不要來有什麼歷用 你不要來有什麼睡覺 睡覺哪裡不可以睡呢 你坐飛機就顧個地球睡覺 你老闆 我現在幫我吊回他 你睡覺醒了你又不是 好像說睡覺不知道他一個 還有其他人都在睡 不過他特別搶眼 睡覺這些是很濕水的 你看看我以前上了什麼課 還是什麼東西我都說過 我都睡著了 但是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扯鼻寒 你不扯鼻寒不拍了其他人都沒所謂 為什麼你坐著睡都可以扯鼻寒 你知不知道你扯鼻寒 你撐開說一下 我那時候上一家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下班就上班 我們在聊著項目的東西 然後突然就說你們先不出聲 我好像聽到一些鼻寒聲 然後那個鼻寒聲就慢慢慢慢 越扯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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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不是我們部門的 是隔壁那個做那個密聯網開發的部門 後來我就站起來看著他在那邊扯 然後他周圍的人都站起來看著他扯 然後慢慢慢慢的 因為我們一排一排的桌子 看到兩三圈的人都站起來看著他 然後坐在旁邊的人 應該是他的老闆來的我猜 就走到他去跟他說 很大地地躲起來醒了 他說你睡就睡吧 你最扯鼻寒 扯鼻寒也算了 最扯到你這麼大聲 不知道Jojo有沒有扯鼻寒 在開會的時候 這個未到過階段 看來就在那裡睡覺 看來就在那裡睡覺應該都很出名 你剛才兩年前就被人叫他Snipeed Joe 那時候我以為登多昌叫他Snipeed Joe 是說他睡不醒 我以為他說他在說話很無聊 原來真的是睡一覺 原來真的是很開心 日理萬機人家屌你 我現在看得正常 我有沒有發另外一條影片給你看 就是說他建議識滅的那個總理還是什麼人 就是兩個天 開新聞會的時候 他又睡著了 我是他的對家的話 我就會很生氣的 你媽媽 說什麼 嘩 你媽媽 我飛半個地球過來看你睡覺 為什麼你要睡覺 你直播給我看就是這樣 現在都沒有速度那麼快 我坐飛機坐那麼快 翻牆水圈坐到這邊看你睡 你現在拳也好一點 你媽媽 不拳的時候 你媽媽的眼睛都要張開著 你都算是 我最多會誤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睡覺 我想誤解你的機會都沒有 他除了說中國不來就怎麼拳 中國不來 其實開業會沒有意思 因為現在世界上最大排放過的就是中國 就算其他國家都不排放過 都未必解決很多問題 那不是派了王毅過來嗎? 習總沒有來 是的 習總600多天沒有出國 可能習總說吵什麼 我怕來就知道我睡覺了 兩個國家派放了 習總不是怕這些東西 習總應該就是怕歷史定位之前 有什麼差錯出現 就變成歷史定位不清 就變成功打瑜過 七分功三分功 我懷疑現在那些 剛才我說另一個就是商務部叫大家儲糧 是不是那些政敵的 你玩死他了嗎? 我當時看就是玩死他 二來就是想嚇救台灣的 那不對啊 那到底在哪裡打呢? 是台灣要反攻大陸 還是要收服台灣呢? 你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儲糧呢? 你老母一打仗的話 供應會中斷的嘛 那不是台灣中斷嗎? 當然不是啦 你一打仗的話 你所有的物資全部是優先供應前線的嘛 那你所有的運輸網絡就會受到影響 就很簡單 原先經港高速是行貨車的 你老母現在行坦克車了 坦克車就開你貨車 還給你開嗎?你貨車就不可以開的嘛 那我的坦克車可能 中國坦克車很厲害的 那我就每天都數幾個坦克車上高速公路那裡 那就會影響到你的了嘛 那鐵路運輸也是 空話運輸也是 他可能是空夠台灣的 之前我看到那些headline 就說 哇 你老母中國是不是要動漆我們啊? 大陸是不是要打過來啊? 很害怕啊 這樣子之類的東西 會不會說不要過渡解讀啊? 那你講一句話出來幹嘛漆漆呢?我都不知道 你又要我不要解讀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要避露呢? 天氣有沒有太冷? 他說是正常的嘛 他說古代家庭需要儲存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 滿足日常生活和發情況的需要嘛 他說這個是無論任何時候都要 就像鬼佬一樣 無論家裡怎樣都要有一些戰略乾糧 可以有災難的家裡住一個月沒有問題的那些嘛 你們家裡有沒有可以避露一個月的? 我肯定沒有 但我聽說很多鬼佬家裡有的 那家裡代替可以剩一個月的 哈哈哈哈 代替代替 以前就是說 鬼佬那些是 你知道經常有一些半價蓄銷的東西的 哈哈哈哈 接著呢 在美國加拿大那些 就有很多人家裡有地牢嘛 然後有地牢的那些肯定是 咬你老母 哈哈哈哈 他們買一個超大的雪櫃 全部有什麼chess visa的啊 鬼佬 一看到pizza打午節 一看到牛扒打午節 一夜就買整個大雪櫃 我說的雪櫃不是我的家裡的冰箱 是那些裝雪糕的雪櫃 裝雪糕的大雪櫃 塞溜滿它 雪那些東西可能少一些 但是有很多東西不用雪著的嘛 那些冰箱那些東西 一兩個那些 肉 肉就很少的 打醬就不用吃肉什麼 你打醬就吃牛扒 哈哈哈哈哈哈 有薯仔吃就已經不錯了